好快的攻擊 這麼一德上根本傷不到你 走 這又是什麼玩意兒啊 力量這麼強 它是中了一個狂戰士嗎 不愧是我的影子 剛才那一擊可真是美麗呢 趁現在 來啊 還不錯的少年 可惜 傻的擊太重 狂狂 雲独狂犯 这可咋办 只要她那影子在 我们就打不到她 不愧是我的影子 有了 接下来听我安排 保守 解决她 就是你们妄想破坏祭祀柱 你在找我吗 就这点力道 再用点力 小卫石 用不着担心我 这点伤也有我死不了 看我找一个厉害的魔兽过来 神秘之门 看 怎么又是你啊 还以为你要放什么伤 现在开火了 达成功 用以仅要 pliers 你まだ他们以为凤心我 接下来 百分之气 抓不紧 research 我吗 啤 油 炸 眼 贤心转 是不是快撑不住了 皇上必要 海云 救回你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不行了 还以为你们能跟我玩久一点 好 既然你想玩 那我就陪你好好玩玩 小子 还好吗 韩爷 该结束呢 皇上 休罗斩 流光之灭 本星帝 永恒之上的万物之灵啊 聆听我的召唤吧 神龙 玄鸟 快去帮他们 该死 再这样下去 要撑不住啊 四弟 你还活着 看来是母亲动用魔神柱的力量 向你复活了 太好了 我们兄弟联手 把他们全杀过 四弟 接下来只要关闭能量核心 就能造出神殿被毁的假象 风神殿应该已经得手了 温迪 其他人进度如何 其他人已到达另外三座神殿 应该很快就能结局 看来我们的计划 也要加快部署 我祖一旦成功拿到神殿 整个末幻天堂 甚至是魔大陆 都将问解不死 汉宇 加快速度 刚才的战斗耗费了我们不少时间 必须尽快赶往水神殿 无论如何 也要阻止魔族的破坏 可以了 殿下 第一个阵脚已不能够 复制完毕 嗯 走吧 去下一个地方 你 长成我的雷叶神殿权 神殿权 神殿竟然连传承之勉都被你吸收了 真不忍人哪 神殿 神殿 父子是他的 你的传承之勉 我们也要了 好奇不小吗 小心 上 看好吗 我来混混他 我凭你们这种脑痒痒痒的攻击 想剥夺我的传承之勉 无此料理 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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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连是第六处魔神的传承者 我要掉有信心 你 你 别玩了 狗狗干掉他 嘿 这不是难得遇到这么和胃口的对手吗 再来试试 我们还说不住 呃 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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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就是你们的真本事 弱 非常弱 弱得可笑 这么抗揍的吧 我的每一个腕甲 都重达三千七百四十斤 虽说 我早已习惯这个重量 但解开它们后 才是我的完全状态 危险 别冲动 这种状态下 我的权力是足足六分 你们恰起来都接不住我一拳 狗蚁们 受死吧 看你这破罩子 能撑多几 慕神殿 马上将不复存在 给我住手 想要破坏神殿 先问过我们 死 死 哼 看我用生灵之门召唤出一个当天魔兽 扭转战局 对面看起来挺强的 但是我们也不住 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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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头掌不要再线 看我这升级后的千岩射线 绝对有他好受 这两人速度也太快了 根本瞄不准啊 他的速度再变快 不瞄了 乱枪打脑总能中一番吧 我就不见了 有死吗魔族 我打了 我打 我打 可恶 卷真的一死没中 臭魔族 速度快了不起是吧 看本公主招顾更快的 快吧 疑方娘 神龙之门 必须打断他的伤患 怎么是你啊 怎么是你啊 你们如果不动手 可能我会轻松一些 我们只是想帮你 我这一死 我们为什么要说 我这次的召唤事物 没什么大不了 我改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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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能用起身再开一次生灵之门 我改造一下 你用起身再开一次生灵之门 我改造一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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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有 哼 你的队友可真够奇葩 闭嘴 你们别乱跑危险 别过来又想我施法 丁儿 把你的阳光清川走啊 呃 终于赶到了 这里丝毫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神殿的能量核心也在 看来魔族还没到 不对劲 不 果然 还是晚来一步 每一次后 你身上有闪电的味道 我的兄弟闪电不见了 是你 杀了他吗 是又如何 如何 你怎么杀的他 我就在你身上 一刀一刀的重现 没想到要和月夜对上 我来履行承诺 送你一份大礼的 怎么样 弄团长 要合作吗 韩羽 你牵着他们 我来对付他 你可别分心哪 光之荡压 光之荡压 快 呱 骗 现在 快快 他的攻击太强 证明对上毫无胜算 看来只能 请分阻谋 调度灵力运转 以鬼迷之步 引你身上 然后 就不为阵 救龙探 此方还被颠倒了 有死吧 合手了 下一击 许你性命 在他的阵内 我完全处于被动 该死的人类 我是你之音 其父 你要为你的长庞付出代价 我的法则之音已经用完 能否赢下这局 就看寒雨了 被他们给缠住了 没法逐身 怎么办 你这么说呢 你说吗 天分心 牛尼 牛尼 今天就用你的命 来祈念我的兄弟三天 语事 龙团长 还记得我说过 要送你一个 大礼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